很多西医认为不可逆的 实际上当你气血回升 它都是可逆的 而且大多数的慢性病 它必须从治愈 治愈这两个字进去 才有机会解决的 有很多包括像二间半 这些问题身体都有可能治愈的 但是你要找到真正的医 所以大部分的二间半的问题 或心脏波动的问题 都是跟惊吓是有关的 因为 恐伤肾 肾属水 心属火 你长期的肾虚 会造成长期的心火 然后心脏伤害在这个 伤害不是在肾 伤在这个心这边 所以中国人骂人 不得好洗 这其实很严重的 大部分被凶杀汗的 那个人将来头 他就有可能心脏破洞的 因为被吓坏了 所以像这个病 他就是把惊吓的影响去掉之后 他气血上来了 他就自己就能解决掉了 这接下来我们讲一个比较深的一个题目 就是治愈机制的运行逻辑 这是我们在过去的大概四年 我花了四年的时间弄了仪器 测了大概两万多个人 慢慢整理出来 第一个就是能量逻辑 还有三个逻辑 一个能量逻辑 丈夫平衡逻辑 还有一个优先顺序的流济 治愈在目前是几乎 我做这个研究蛮辛苦的 基本上没有前人做过 我找不到任何参考的东西 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去摸索的 第一个是能量逻辑 这里面要讲很多重要的概念 一年四季里面 治愈是身体有多余的能量 他才会去做治愈 他没有能量不够 他就不做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 老人为什么不生病 他没有能量来做治愈 他就不生病 大部分的不舒服 是治愈造成的 所以老人他不治愈 就没有不舒服 他到后面 开始每个地方坏掉 坏掉不能动了 那个时候才开始出现不舒服 其实这个我们在量经络 去量每一个人的时候 一年四季就发现 那温度影响非常大 我第一次发现 这个是在前年的历夏 前年的五月四号 是历夏 可是我在过日子 并不会知道 那天是历夏 只是我量经落在 那天有一天 为什么今天所有的人土 跟昨天都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今天所有人的土都一样 温度变化 那天所有人的土都一样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再去翻日理 才发现那天是历夏 后来发现 只要气温转变的时候 当天所有的人身体的变化 都是一样 所以中医是很有意思的 那那个时候 我才开始去研究 温度对身体的影响是什么样 发现这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年四季 血液的分配是不一样 冬天呢 中医讲冬叫冬长 冬天身体要长起来 什么叫冬长 因为冬天呢 我们的身体呢 要把大量的血液 放在胸口这一块 就是你的躯干这一块 做什么 做保温 因为你身体所有重要的器官 都在这个地方 这里面 所以身体可以支配的血液 就非常的少 然后呢 身体大多数的治愈 治愈活动 你的身体的损伤 冬天身体是没有能力修的 它能搁置就把它搁置 除非有非常严重 比方出血 或者是很严重的受害 否则身体是不动的 那这个现象就造成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穿衣服的问题 因为台湾的大部分的女性 就离开她身体都是偏寒 寒气都很重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跟对身体不理解有关 因为冬天身体可以支配的 气血很少 所以你冬天衣服穿少的时候呢 受寒了会不会感冒 不会感冒 因为身体没有能力 冬天不感冒 除非你很严重的受寒 不然一般是不感冒 那你穿的衣服穿的少少的 你觉得今天 我穿这么少的没事 对不对 所以你会觉得 你不觉得你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你很强壮 你可以应付这个温度 那实际上错了 因为身体什么时候把这个寒气 你衣服穿的很少 凉凉凉凉的寒气一直进来 那身体什么时候排 三个月以后 气温回升 现在 现在的感冒特别多 排什么 排三个月以前 天凉的时候的寒气 现在排 你看温度一升就感冒 温度一升就感冒 很多人感冒 对吧 其实这个是在温度低的时候受的寒 隔三个月才排出去 可是呢 你当时穿的很少 你认为说我很强壮 我能够耐这个寒 所以你就不怕 你天天都穿的少少 就一堆的寒气堆下来 你后面就不停地打喷嚏 所以这是为什么春天夏天 喷嚏特别强 特别多 都是冬天穿少 所以过敏性鼻炎也是这样 所以小孩到春天开始打喷嚏 你春天治来不及了 你只有下一个冬天 教他怎么穿衣服 所以今天我教他怎么样 冬天怎么穿衣服 你怎么知道 穿的够还是穿的不够 你不可以说 我穿这么少都不感冒就够了 这是错的 因为冬天如果很简单 那小孩出门之前摸他的手 手是冰的 这里穿的不够 为什么呢 当你身体穿的不够的 这里这边穿的不够的时候 大部分的血液跑到这边来保温 你想象就身体 你衣服穿少了 身体用他的血来帮你穿一件衣服了 那这个时候手脚就没有血了 手脚就冰了 所以不管大人小孩 只要手脚是冰的 就是衣服穿的不够 就是你要穿到什么样叫够 穿到你手脚是暖的时候就是够的 台湾女生还有一个问题 台湾的妇女呢 都不习惯穿两条裤子 很少穿卫生裤 台湾叫卫生裤 大陆叫秋裤 为什么叫秋裤 秋天就要开始穿了 所以它其实是大陆比较冷 所以它通常是大概17度以下 就应该要穿两条裤子来 但是在台北大概16度的时候 还有很多小女孩穿短裙 也没穿袜子 那个就是展示她的眉腿 其实这很愚蠢 因为寒气会堆在大腿的表面 所以年轻的时候穿短裙 穿到中年的时候 那个腿就开始变粗了 因为寒气堆得太多了 那就不美了 所以这个不是很好的方法 那春天呢 春天气温开始回升了 回升呢 春天就开始要整理 整个冬天身体没有办法修复的问题 到春天来处理 所以春天人就开始不舒服了 感冒开始多 要不然就懒懒了 因为身体有很多的修复是你没有感觉的 比方前表性的胃炎 或者小肠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 身体都像这个时候 它大概小肠 这个大肠 还有胃 还有肺 都是在这个季节修复 那身体比较好的呢 它同时一天可以修好几个地方 那修好几个地方 那身体就那边耗掉很多能量 然后人怎么样 人好累 很不舒服 春天会很多人不舒服 那个时候其实你不是生病了 是你在修复 你回家多睡觉就好了 但是有个问题 越睡你会越不舒服 越睡能量越高 它就修得越多 你可能越修 但是长期是会比较好 但是处理的方法就是 你下一个冬天要特别穿好一点 所以春天它就 清理冬天擱置的损伤 最大的问题就是排寒 所以排寒就是打喷嚏 春天的大部分是打喷嚏 那在现在都把 因为这个喷嚏呢 都不会停 你想象 你冬天 整个冬天都穿的很少 那你是不是有很多寒气要排 那喷嚏开始打会不会停 打不停呢 那这个西医就定义叫做 过敏性毕业 那其实上 我自己过敏性毕业 我讲了我过敏性毕业怎么来的 我大概 因为我到48岁 我曾经开过这个鼻痘炎的刀 都没有用 大概从17岁18岁就开始生病 那为什么生病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住在台南 台南呢 我家里面跟学校 大概骑脚踏车要骑一个小时 大概20几公里 我住在归人读书 然后我住在台南 那那个时候气象报告 没有像现在这么好 有一天呢 早上出太阳 在中午的时候 快到中午 学校广播说下午有强烈台风 我们下午停课 然后我就从学校骑小药车出来 到校门口的时候台风已经到了 然后就还好是顺风就被吹回来 没有穿雨衣 你根本不知道啊 那个我还记得那时候穿短裤 那个雨打在身上 整个腿都是红的 回到家里面没有感冒 很饿 可是没有感冒 第二年开始 就过敏性病 拼命打喷嚏 打喷嚏 到各处去看病没有用 但是我并不知道 是后来学中医的时候 我才知道 是那一次淋雨造成的 那一次的淋雨呢 后面治病都在治 怎么样止咳 止这个喷嚏 从来没有去排 没有让身体好好真正把寒气排掉 所以我就这样病病病 病到45岁开始学中医 搞清楚了 是受寒造成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在上海跟一个推拿师合作 做这个推拿院 我就每个礼拜去推拿 一推拿完就开始打喷嚏 那喷嚏 喷嚏喷了一个礼拜 快好了 再去推 推完又开始打 而且我那个喷嚏是 从我醒过来开始打 打到睡觉 一天大概三千个喷嚏打 那我 足足打了三年 把该打了全部打完 病就好 所以过敏性病 不是过敏性病 是真的有那么多寒气 把他需要喷出去 所以整个治病方式是错的 现在的是想把他止住 我是想办法把他整个弄出来 就好了 我会把他处理好 感谢观看